带大家看看拉姆不同规格的藏红花是怎么打包的 正在乘个三克的 这是我们三克装 然后先开关 然后把陶瓷放上去 然后清零 这个装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口比较小 会把我们藏红花碾碎 现在应该可以了 我看一下 3.09克 差不多多一点点没关系 算了我送你们的 三克装的话 它可以喝个三到四月 然后这个是有一个管子 鞋带瓶 然后镊子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的藏红花的一个说明书 放上去 装完三克就好了 这个包装还是值得的 好 我们现在装五克的 这个是我们五克的礼盒 像五克装的话 它大概有1535 1500根 它可以喝个大半年 也就是六个月 每天的话补充泡格三到四根 最多不要超过十根就可以了 你看五克装的藏红花装的就满满的 好了 差不多 多了9 0.9克 好 我们就可以盖起来 盖的时候可能会压碎一点 所以大家收到货说藏红花有点碎也是正常的 这样子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喝个五个月 或者六个月就要大半年了 然后里面的话会送一个卡片放进去 然后再送镊子还有鞋带瓶 都装完以后就可以关了 还有一个鞋带 五克装的话就比较推荐自己长期喝 或者送人就是不需要特别大 然后就刚刚好的那种 那你就可以选择五克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十克装的礼盒 然后我们会把它装起来 然后就会给它发送出去